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在美國推出Trip4一年多以來 現在臺美日韓都還沒有敲定計畫 那麼主要是來自於日本跟韓國 現在是各有所顧慮 主要是日本跟韓國 長期以來的關係緊張 那麼另一方面 他們也都擔心 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一個壓力 所以都不希望臺灣來加入 現在也讓Trip4是出現了難產 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過就在美中貿易戰打得火熱之際 現在美國通風的問題 確實越來越嚴重了 在八月份的CPI來到了百分之八點二六 在下個禮拜 美國聯準會恐怕就會升息四馬的幅度 也造成了金融市場的動盪 那麼在今天臺股大跌了超過兩百點 另外蘋果的部分改寫了供應鏈的版圖 現在移到了越南印度生產的這個腳步加快了 不過也造成了中國生力軍的一個崛起 對於臺灣的廠商來說 又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衝擊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的是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有明 大家好 資樸產業趨勢研究所所長楊勝凡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上志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請教陳彥 這個美國推chip4已經一年多的一個時間了 結果現在連初步會議的時間都還沒有確定 而且日本跟韓國是各有所顧慮 而且美國甚至還找上了墨西哥 最後chip4會不會根本就難產 甚至最後整個瓦解 我們在今天要特別提出這樣的一個論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一下 資金時代它特別談到了一件事 這個台灣 韓國 日本 美國要組成chip4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很早以前是日本提出來的 對不對 但是美國一直覺得說 有這個必要嗎 有需要去做這件事情嗎 當美國跳出來的時候 大家認為說這個問題有解了嗎 因為一開始在後面 沒有動靜的就是美國 所以當美國跳出來後 登高一呼 照道理這個chip4應該就成行了 很快對不對 我們剛開始也抱以樂觀的態度 去看待這件事情 可是到目前為止已經一年了 可是到目前為止 就是我們要來談chip4 我們一起來做chip4 那我們什麼時候開始chip4 到現在為止除了美國以外 沒有任何人採取下一個步驟 就竟然形成這麼詭異 這麼吊詭的一個現象 為什麼 錯綜複雜 在這當中其實最主要 不管是韓國 日本 大家都擔憂大陸後面的一個反應 尤其是台灣的部分 其實我們跟大陸之間 長期的關係是一個關鍵 還有韓國跟日本難道沒有嗎 還包括韓國跟日本之間 自己彼此錯綜複雜的緊張關係 所以你說真的喊出來 真的可以嗎 為什麼 大陸真的只是 你制裁就解決的一個問題嗎 別忘了 大陸現在占全球IT的產能 40%還有很多的關鍵材料 我光講一個東西就好 稀土就好了 我光講稀土就好 你半導體用不到稀土嗎 所以如果大陸認為說 你們chip4這樣子 既然要把我隔離在外 那我們就乾脆就隔離了 我們就分開了 那稀土我就自己用了 光這個問題 未來你的半導體的一個產出 怎麼解決 所以現在很多的 不管日本韓國藥 連我們自己其實也是好 我先講為什麼日本在這裡觀望 大家要知道 日本跟韓國以來 長期一直有一個緊張關係 這當然包含了過去的 一個歷史的一個糾葛之外 還包括日韓之間 產業的一個緊張關係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看2019年開始 日本就直接對韓國半導體 化學品就管制 當時韓國怎麼講 你不給我不給我就算了 我自己弄 結果韓國也弄不出來 他也弄不出來 所以兩者之間 一直處於這種緊張的關係 有沒有辦法 也許美國想得比較天真 透過這次chip fall 也許日韓坐下來 兩個就合作 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他也把這個歷史的這個糾葛 想得太容易了吧 對不對 所以日本在想什麼 如果你韓國要進來 我們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要不要先講清楚 講清楚再說 那對韓國來講 那你日本的這個問題 你要不要解決 你不解決 我進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其實對韓國來講 你看他如果真的參與 是不是對北京來講 去挑戰一個中國的政策 沒錯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看三星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是不是先去 跟中國談一談 然後我讓大陸這個地方 他如果也同意的話 也默許的話 這好像說一個女孩子一直跟 追求他的男的說 我家人都不同意 為什麼 你的家人是誰 就我老公 如果我老公同意了 我們就可以交往 這種概念 你覺得有可能嗎 而且對三星來講 他在這個中國大陸設有 這麼多的半導體相關的工廠 對他整體營收的貢獻 是相當高的 請問一下韓國 尤其是三星的部分 韓國現在就是以三星為首 如果三星的這個問題 無法解決的話 請問韓國會同意嗎 好 那回到我們自己的立場 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那如果他們日韓都搞不定 那我也不需要 我幹嘛貿然的同意 所以對台灣來講 他一定是最被動的一個觀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美國的官員講一個 我覺得他觀察得很清楚 如果我們去看 這個美國官員講的這句話 這是美國前經濟安全官員 這個尼卡塔 他講的這句話 他說因為這個現在進度很緩慢 就我們剛才講的 各有各的盤算 各自的盤算 各有固域 目前只有美國自己覺得說 他可以搞定 我登高一呼 我老大哥站出來 可是你沒有去管日韓的歷史問題 你沒有管韓國依賴中國的問題 還有一個 只有我覺得目前他看得非常清楚 他說這個台灣 很多生產的晶片跟原料 來自於中國對不對 如果要讓台灣 台韓與美國同步調 荒謬 可笑 這個是 這個我們是引述 這個美國前經濟安全官員 他的講法 所以我說他觀察得怎麼樣 很透徹 好 那就說有沒有證據 那我給各位看一個證據 這個是我們整個IC設計產業 在2021年營收的一個狀況 台灣整體IC設計的營收 這麼多對不對 50億以上IC設計總營收 幾乎占掉了90%以上 50億以上 來自於中國大陸營收的占比很高 整體來講50億以上 IC設計 從中國大陸營收占比高達50% 就是過半的占比 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你看包含KY股在內 50億以上的有31家對不對 31家的占整體營收 是超過90% 好 那占比在50%以上有15家 所以又占了這31家的85% 簡單來講 就是其實我們高度仰賴中國大陸 那你說 譬如說我們講過去四星KY 我們講經歷科 甚至 你說這些夠大嗎 聯發科可以吧 這個夠大了吧 甚至我們講到威盛這些 不管是直接或者是間接 都必須跟大陸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那今天我們就抽離了 我們就真的抽離 我就選邊站 我就NO 我就抽離了 一半的營收不見 我要從哪裡補 我真的可以從美國那邊補嗎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現在是 你美國要制裁大陸 我自己得趕快想辦法 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去爭取我營收的一個來源的時候 那如果我真的斷了 請問一下大陸的業者 難道他會傻傻的在那邊等嗎 他會看你chip4成型嗎 而且陳彥寅 你看他說如果說 基於chip4的因素 要求IC設計業者撤出的話 是真的他們就活不下去了嗎 怎麼活 基本上IC設計的上游的這些廠商 對 你簡單來講 你就只靠iPhone 你就只靠蘋果 其他業者你完全不接觸 不可能 我們現在也很清楚知道 很多的這個國際品牌 其實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他對全球的消費性產品的一個支持 還有包括軍工產業的一個支持 還有包括車用市場的支持 其實是非常廣泛的 那我要完全的抽離 這個好像我要在綠豆跟紅豆 綠豆當中 然後不斷的挑 把芝麻挑出來這種概念 這個是真的是強人所難 所以一旦抽離對我們台灣業者 所以你叫我把芝麻 從綠豆當中撿出來 我會做 我也答應你 但是我只能慢慢慢慢做 然後拖 拖不斷的拖 拖到後面你看說 這個好像也不太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自然而然就停 其實我要坦白講 對美國來講 美國自己也覺得這個chip4 他出來喊 他一開始我相信很樂觀 拜登的想法 他會覺得說我一喊登高一呼 這個一定 別人都會紛紛響應 一定會響應 你怎麼不會響應 我美國在背後的支持 而且我講你可以到北美 北美不是只有美國 有包含加拿大跟墨西哥 但是到目前為止來看 大家都沒有動作 其實就美國來講 他想的還是誰 我跟各位講 他講我要讓半導體的產業 在美國能夠茁壯 實際上他想的是他自己 對不對 因為如果整個半導體的一個供應 斷掉以後 對他整個科技業的發展 會產生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要拉攏chip4 可他也很清楚 chip4後面要考慮的 還是中國大陸的立場 沒有人可以脫離他的依賴的時候 怎麼辦 面子上 我不能突然現在說 算了 我們不要搞chip4了 所以他一邊在跟台面上 在跟我們談chip4 一邊私底下在幹嘛 就拉攏墨西哥 找上墨西哥 他找上墨西哥 最近他們做美墨高層的經濟對話 他說我們要來推動 半導體投資計畫 工藝鏈的整個 這個不是chip4的重心嗎 也是為了半導體 那如果是這樣 那你一開始就把墨西哥拉進來 大家一起談 你為什麼要現在 跳出chip4以外 再去跟墨西哥談這件事 然後還說我們要透過 他的那個通膨消遣法案 裡面不是在講北美嗎 北美就包含墨西哥 所以你看電動車的生產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他變成需要高度的依賴墨西哥 原因很簡單 因為墨西哥的人力相對便宜 如果他真的要把半導體做起來 他發現你的能力的問題 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這個之前我們就談過了 對不對 那你只能轉移到墨西哥 還有區域性的一個問題 也還有一個 在墨西哥有一個好處 就他的FTA相當的多 我可以從墨西哥 擴展到世界各地去 相對來講是比較容易的 這個不 而且還有一個 墨西哥相對來講 相對來 我不能說絕對 是不是只要聽美國的話 應該是這樣 不過美國也是很認真 他們的國務卿 商務部長 都親自到那邊去 沒錯 所以你看 半導體供應鏈 其實在到底在這個 墨西哥有沒有發展 有沒有基礎 其實有 包括我們講很多的工廠 已經在這個地方做 未來這個電動車 所需要的電池 確實一定會在墨西哥 這我相信 那加上就是說 現在半導體封測產業 對半導體的 對半導體來講非常重要 但是這個產業 在中國跟台灣 已經更深蒂固 規模非常大 高達600億美金 可是在北美只有30億 所以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空間 一個機會 也能夠推 帶動墨西哥的經濟成長 當然墨西哥願意對不對 那也因為這樣 其實還包括我們講 汽車的一個生產 我剛才一直強調 兩個重點在墨西哥 第一個就是FTA很多 所以在墨西哥生產 你看汽車為什麼到墨西哥生產 有它的好處 好 然後現在我們的台廠也有去 包括和碩 包括英業達 人寶都有去 因為特斯拉 過去那邊設廠 德州也靠墨西哥很近 那我們在那邊設廠 有我們的優勢 所以我跟大家 我直接講一個結論 最後CHIP4就變成 日本 韓國 台灣都沒有加入 大家都說OK 但都沒有真正的加入 然後最後大家都集中在墨西哥 也就是說最後這個CHIP4 變成一個像CHIP4 不像CHIP4 然後在墨西哥 大家在那個地方 一起操作的一個模式 也就是說變成 也不得罪中國大陸 然後美國想要的 好像也可以繼續 就變成一個似不像 會變成這樣 薯片4 CHIP4 就薯條 薯片的 這四大薯片的這種概念 好 剛剛陳妍 我們看到 其實在美國的部分 為了半導體 在今年他們通過了 晶片法案之後 現在也很希望趕快 把這個CHIP4給搞定 但是沒有想到 現在連初步會議的時間 都還沒有著落 而且剛剛也提到了 包括像是日本跟南韓 是各自有顧慮跟盤算的 就要請教Simon 你覺得到最後這個CHIP4能不能成軍 我想可以換一個角度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大家都很知道背景 可是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它要包含美國 日本 南韓跟臺灣的 在半導體的所在位置 其實美國 它強的是在像設備 高端設備 然後像其他的話 就是在像IC設計 Intel Microphone 還有那些CoreCon等等 問題是它佔整個全球的產值 將近四成 那問題是說 它一開始的設定 其實它沒有設定 哪些的製程 哪些的方面 是可以做合作的 因為它沒有設定 一個目標的時候 其實你不可能 把你最好的東西 就好像臺灣 不可能把我們的5奈米 3奈米 2奈米拿出去 對 那硬材這邊 也不可能把高端設備說 所有的東西 都願意在臺灣生產 雖然它有一些合作的廠商 像晶鼎也在臺灣 但它也不太可能 所以在整個的發展方面 其實會有一些的問題 是來自於 他們有各自立場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 他們沒有定位 在哪一個製程 哪一個方面去做合作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這有點歷史 大概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Intel也主導過 叫做一個18吋的 晶圓的一個聯盟 推動小組 然後臺灣這邊2008年 就成了一個18吋的聯盟的 那個聯盟的狀況 半導體晶圓的聯盟 結果後來也無疾而終 不了了之了嗎 對 不了了之 但是拉回來就是說 其實因為當時也有不同的廠商 其實你就像在臺灣這邊 主結構在臺灣 可是廠商還是有不同的利益 那現在雖然美國這邊 可以來主導 因為他大家原則上 都希望跟美國的市場合作 跟這些的廠商 因為高端的技術 高端的客戶都來自於美國 對 所以大家會擔心 這些像Quocon Procon NVIDIA 這些如果不下單的話 會影響會非常大 那我們再稍後來看一下 像台積電跟南韓這邊 他也會擔心 台積電的話 那他現在最重要的客戶 包含像Apple 包含像Intel 都是在最高端的客戶 大家再想一下 最高端這些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誰下單 誰能下最高端的 相關的一個chip到代工廠 那他就可以一直把良率 一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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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進者其實是很難做的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如果美國要鞏固這個領導地位 其實他是運用這些的 他的這些IC設計的一些大廠 來drive 包含Apple來drive說 這個聯盟他們想成立 那我們認為是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就是說 在美國的補助 其實在那個大陸這邊 其實我們都知道在半導體這邊 他們都很大的補助 那美國這邊我們算過 大概只有十幾%的補助 那大陸其實都三四十%都有 所以美國的補助其實是不多 然後客戶跟市場 其實也沒有大陸大 雖然他有去drive的能力 所以我們說他有他的利基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 Apple這些大客戶 去drive這個整個的chipboard 一個成型的機會 但副作用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大家在拉回來 像日本跟南韓 他們的糾結從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其實他的半導體的一些材料 也沒有到日本 兩國關係都很緊張 對 很緊張 所以變成說他整個的 會有很多進核的問題 除非他明確說哪些方面 我們可以開始合作 否則這個chipboard的一個發展 其實是會有一些風險的 那最後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因為大陸市場非常大 那尤其是韓國 包含三星在西安 SK海力士等等 其實都在大陸有設很大的廠 那如果他去做合作 他可能就喪失了大陸的市場 除非Simon 大家也很關注 如果說真的這個chipboard 真的成軍的話 那這個IC設計 如果被迫要撤出 這個中國大陸 我們剛剛有提到 他真的會變成是很難生存 對於台灣的IC設計業者來講 對 我想看 有下一張圖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台灣的IC設計 跟以前是其實結構上 也有一些不一樣 那當然是我們很多的 都是出口到大陸 因為我們知道大陸 一年就大概將近四千億美元等等的 一些進口的一個需求 所以他在整個的進口 他就那麼大 你不進口 其實他也不知道要找誰進口 說實話我們的東西 還是只要有競爭力 那只是最近的大陸的這些的 IC設計廠 其實崛起的非常快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大概在IC設計裡面 大家比較能見度非常高的 三大的一個廠商 去看一下他的狀況 就知道說 其實會有一些狀況 然後但是我們覺得還好 尤其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 其實我們認為都還不錯 那只是說 如果Trip4成立之後 會不會造成影響 我想還是在一些競爭力上面 所以我會看一下 來看一下每個廠商的一個狀況 那首先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聯發科 聯發科這個是所謂的 2021年的Q2的狀況 這是2022年Q2 其實他的整個的營收還是持續的成長 那雖然他有庫存 庫存其實增加蠻多的 38% 可是他營收還是成長 主要他在第三季 其實也是他的旺季 其實很多的手機的新品 都是在第三季出的 那相對我們認為說 他第三季還不錯 那在第四季這邊是淡季 所以我們認為在像聯發科 第四季可能就會再下來一點點 那如果我們再看一下聯勇 聯勇他其實做Driver IC的 那整個的我們看起來的話 因為他的庫存太高 對66% 66% 然後YOY其實他的衰退 也是衰退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以聯勇來講 可能第四季會稍微好一點 第三季可能不會那麼好 狀況不太微笑 好 剛剛三分代我們看到 是在IC設計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們說到 現在在這一波 美中科技戰當中 美國自己國內本身 這個通膨的問題 依舊是很難解的 包括我們看到 最新公佈的這八月CPI 年增率百分之八點二六 所以只捐大家就說 下個禮拜可能升息四碼的機率 現在來看是提高了不少 那麼他其實也會產生 一些連鎖的反應 包括臺灣的出口 都會受到衝擊 今天一大早 起來的時候看到這個圖 大家要注意 雖然紅通通 但這是美股 因為美股下跌才會是紅的 跟臺灣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原因原因就是出現在 昨天晚上所公佈的 八月的CPI 年增率大概百分之八點三 好 這件事情公佈之後 因為下個禮拜要開 利率會議了 原本大家幾乎是百分之百 認為說下個禮拜 就是升息三碼 但因為這個數字 公佈出來的時候 聯邦利率期貨四碼的比例 攀升上升到了百分之三十六 所以原本是零 原本認為升息四碼 大概是零 但是因為這個數字出來的時候 就攀到了百分之三十六 而也因為這樣 所以就看到了股市整個大血洗 而且包含到今天的雅股 還有現在正在開盤那些歐股 都是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其實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明明看到 國際石油的價格已經下跌了 但為什麼美國的CPI 就是下不來呢 之前我們曾經跟大家有講過說 其實美國CPI的全重比重當中 其實是住房 也就是房租 是占了百分四十二是最重的 所以反而石油 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但大家知道嗎 美國的這個公寓 他們的租金 它的中位數 我說是中位數 對 中位數其實已經來到了 上漲了將近四成左右 那我們知道房租其實有時候 蠻僵固性的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房東 我幫我的房客房租調漲起來 原則上我不可能再幫他降回去了 所以這個原則上 就是現在美國CPI 一直沒有辦法降下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在這裡頭 好 那因為這樣說 你說回到台灣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之前我們一直很擔心 美國鏈球會如果升息的幅度 太過猛烈的話 會造成他自己的經濟衰退 那因為台灣是出口導向 之前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如果美國的民眾 消費力道縮手的話 他當然就會排擠到 他比較不必要性的一些消費 最簡單來說 說你的手機原本用兩年就要換得像 可能要用到三年 再用久一點 類似這樣的狀況 可是這些明明就是我們台灣 外貿出口很重要的一個主力 所以如果今天 美國消費者的力道縮手了 那是不是台灣下半年的出口 表現就難以樂觀呢 這件事情其實我想到 前幾年美國前 聯準會主席 貝南克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前藥行總裁 彭懷南韓跟他說 他說你金融海嘯的時候 做QE讓我們很suffer 他那時候是這樣的說法嗎 就是你讓我們很困擾 很難熬 那個時候貝南克還耸耸肩跟他說 那你們還好嗎 然後那時候 彭懷南說 有 我們撐住了 其實類似現在狀況也是一樣 就是當你美國在做這種 很激烈猛爆式升息的時候 那台灣還好嗎 我們要怎麼樣撐下去 要怎麼樣度過 當然也考驗央行 考驗我們的政府 好 這是需求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除了經濟 如果美國經濟衰退 會影響到我們出口之外 當然今天也會來談論 就是台幣的走勢了 今天台幣是猛的貶值超過兩角 盤中的時候來到超過31.1了 那你也看到這個是往上是貶值嗎 這個是度數 應該是75度角以上往上 好 很多民眾常常就會想 如果我現在的台幣走到了 類似像這樣的價位的話 它會貶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大家一定會想知道這件事情 我只能說就技術分析的角度來看的話 通常我們會去回測 這個數字其實是三年多來的 貶值的新低了 那我們看的話 如果以技術面的角度來上的話 可能接下來要回測 要來挑戰可是31.72了 那就是單就技術面的角度 來講這件事情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對台灣 就是對你我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現在我們來討論 有很多專家所提出來 是我們擔心會出現 所謂的停滯性的通膨 簡單來說 你想想看 你的美元現在這麼高 那你進口的物資是不是會變貴 那如果進口物資變貴 那輸入性的通膨帶起來 如果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沒有辦法支撐 然後如果失業率 也沒有辦法支撐的話 那就會進入到所謂的停滯性通膨 這是我們擔心的 這是在台灣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花旗 還有做一個預估 他講說如果現在在這樣的情況 繼續走下去的話 他認為美國的經濟會走向衰退 但是中國在明年他認為成長會加速 這個報告內容是什麼呢 他主要是先把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就GDP經濟成長率 他把明年下修到2.2%是往下修的 但他提出了一個名詞 那個完整的報告當中 他提了一個名詞叫做滾動式的衰退 他認為說花旗認為從今年開始 他認為先從歐元區 還有英國先衰退 接著到了明年的時候 他認為是美國會衰退 再來他認為是大型的新興國家 譬如說像是智利 像是巴西會衰退 所以他認為接下來全球經濟 有可能會走到一個滾動式的衰退的一個狀況 那以美國來說 他認為是從今年的下半年開始會有點失速 然後到了明年就會走到衰退 而且這個衰退不是我們所說的技術性衰退 是真正的經濟衰退 也就是說連續兩季的GDP走到負值 對 走到負值是這種實質的這種的衰退 好 那但是他在裡頭也有講 他說唯一有辦法就是用自己內需來自救的 花旗認為是中國 他認為說中國在今年結構性的調整完之後 他認為明年會恢復到他應有的水準 可能五趴六趴以上這樣子的高速的經濟增長 他認為這個數字可以用來抵消到 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 好 剛剛指揭帶我們看到 這是花旗他們最新的報告 就是預計美國的經濟會面臨到衰退 反倒是看好中國在明年 因為有內需做支撐 所以成長還會因此來加速 其實面對這個美國的種種的制裁的這個行動 其實中國大陸 是不是有接下來的一些反制的行動 我們看到這個中俄領袖的會面 那麼在這當中也特別提到 他們會在一個以信任為基礎的這個導向上面 可以看到現在以信任為基礎 那麼兩國會發展一個雙邊的 這個戰略的夥伴的關係 而且我們看到這是來自於在習近平 還有在普清 他們即將要碰面 那麼在烏茲別克的部分 那麼特別也會談到像是包括烏克蘭 還有在臺灣的議題上 就要請教這個楊老師 現在面對美國的制裁 其實包括俄羅斯 包括中國大陸都是如此的 所以兩國反而是在這個經貿合作上 是不是會更加的緊密 所以我先講一個概念 以前我們大概聽過叫南北對抗 那是在冷戰的時候 南是指開發中國家 因為大部分在南半球 然後北是指工業國家 但那個時候在冷戰時期 講南北對抗 其實是一種反殖民 也就是然後特別強調南方 開發中國家的這種經濟的自主性 那不會過分的依賴工業國家 可是你看21世紀到現在20多年 其實這個南北對抗 有一個新的面貌出現 新南北競爭 第一個因為中國的這個發展跟崛起 第二個金磚國 包含俄羅斯 印度這些國家 整個非洲的發展 所以現在的一個南方國家 南南合作有一個新面貌 而這個跟這一次在舉行的上和會 剛好就是同一個時間 上和會會在21年前 2001年都成立 那時候只是中亞國家 包含中國跟俄羅斯的一個反恐的 一個合作的機制 到後來慢慢發展變成一個安全 後來變成經濟合作 然後成員從原來六個國家 現在變八個國家 印度 巴基斯坦居然同時加入 而今年伊朗也會進去 誰還在後面排隊 沙烏地阿拉伯 土耳其甚至埃及 所以你會看到當習近平和普丁在這邊見面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地緣政治 但是其實這個地緣政治已經引導一個新的地緣經濟 也就是歐亞大陸的這個整合跟就是結合在一起 他代表一個特性就是說 過去西方國家不太重視的這幾個區塊 他已經因為也許是中國的崛起 也許因為一帶一路 也許俄烏戰爭能源的因素 把大家給湊在一起了 所以即使印度巴基斯坦都願意加入 伊朗也加入 伊朗跟這個沙烏地阿波同時加入 這也讓你覺得不可思議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到新的地緣政治經濟的崛起 但是在今天這個會議當中 普丁因為俄烏戰場的變化 他想來尋求中俄的合作的再保證 至少也就是說在對於他的這個經濟 或者是相關的援助上 那另外一方面習近平這邊到這個上合會 為什麼會談台灣問題 你不要忘記 明天美國華盛頓要開始審理台灣政策法 OK 那這個台灣政策法 其實也就是美國華盛頓的這些政治人 認為這個在今年二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俄羅斯這個攻打烏克蘭 而在這個佩洛西跟這個環台軍演之後 他認為中國大陸很快遲早會攻打台灣 所以怎麼樣不要發生同樣的情況 在烏克蘭 因為兩邊的地緣位置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現在是等於某種程度的 我把它叫做台灣實質承認與代理戰爭法 也就是說把武器整個某種程度的介入 接近到接管台灣的相關的軍事的規劃到整個建軍 甚至包含後備 然後後面還加了一塊制裁中國 如果攻打武統台灣 把那些這個職稱的這些單位 比如說國家主席這個常委政治局委員 然後銀行他列了七八個國有銀行列出來 所以如果發生情況的話 我會制裁這些單位 所以現在變成就是新的這種南北對抗 你就看到西方國家跟這個開發中國家的結合 而中俄的這樣的一個互動 有政治跟戰爭跟地緣的因素 但也有經濟跟能源的整合的因素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塊的一個 就是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的變動 好 剛剛楊老師提到這個台灣政策法 那麼接下來會不會讓這個兩岸之間的這個關係 會變得更加的緊張呢 尤其我們來看到 其實中共的這個二十大 在下個月就要召開了 現在日經亞洲就指出說 這是中國最高的軍事決策機構 就是軍事委員會 在這一次傳出有四名的降臨 是要退休了 而習近平他就準備要提名 四名非常對他很忠心的幹部來替補 而這四個人其實在統一台灣的看法上 跟習近平是一致的 像這個 我們提到新聞當中 就是中共的這個所謂的軍委軍事委員會 那麼中共軍委當中 其實包括習近平在內 跟政治局常委 就七個人是主要的決策 那麼習近平當然還是會繼續擔任 他當後他的中共的軍委主席 只是說這一次當中 因為有兩位副主席 包括許其亮跟張宇祥 他們應該是借林道了 他們都72歲了 所以應該其實都會下來 所以這次到底會補誰上去 那我們現在看到在日本的報導的當中 這四個人選當中 我們看苗華跟張聲明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現任的軍委 那這裡頭特別注意到就是說 這兩個當中 誰會被提拔變成副主席 首先是這一點 那現在苗華被看的可能性非常高 主要苗華的部分的角色 因為跟習近平的關係 在福建三十年前就非常深 而且主要是習近平在2015年 開始主導整個中國大陸的軍事的部分 的立體化的改建 要知道中國大陸已是軍事的布局 過去都是以陸軍 自古以來都是陸軍 包括紅軍早些有的陸軍 所以海空軍其實比較弱 所以在2015年就是由苗華主導 中共開始整個陸海空軍的集體的發展 包括火箭 以及如何把科技半導體晶片 這些科技力導引進來 這苗華是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苗華是不是接下來 其實會接任副主席 他現在已經是軍委了 另外來看看張聲明 張聲明就在軍委當中是負責 包括祭檢 也就是打擊軍中貪腐 很重要的人 中國大陸軍中貪腐也是很嚴重 他也是有機會的 不過這次被點名到了兩個人 先看底下的這一位就是 前北部戰區司令李喬明 那麼北部戰區當然就切得到 北京這一大塊很關鍵 為什麼他會被提出來 主要是9月8號他才剛剛卸任 所以也就是在這之前當中的話 他9月8號換人了 他是很重要的人 為什麼會換人 所以現在換到他的部分 他的可能性是不是升上去 副主席很高 那麼旁邊那位我們看到 劉振利的部分 他主要就是也是 附北京的這個部分的 戰區的部分的 這相關的部分的角色 那麼中國大陸我們要知道 軍委的部分的角色的決策變化 很可能會影響到未來 包括中美對抗 還有台海戰爭 是跟習近平的一致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是說 中國大陸的軍隊當中的 這個不穩定其實很嚴重 包括內部的貪腐和等等 所以這裡頭的這些角色 都是習近平要考慮到 內部軍事的問題 軍事關聯問題 以及國際跟台海關係 好 剛剛上這個 但我們看到是在台海之間 那麼未來這個軍事 可能的這個演變 不過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在產業面的部分 蘋果現在供應鏈 出現了洗牌的情況 那麼現在是有難向 那麼對於台灣的廠商來說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 多bard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know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